大家好,我是西国梁子 如果你想学习西语,了解西国文化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今天呢,我要跟大家一起来 学习关于医疗方面的 食用西语 在西班牙 如果你生病的话,首先 你需要去的是 el centro de salud el centro de salud 翻译过来就是健康中心 centro它是中心的意思 salud,健康,对吧 el centro de salud 它实际上呢,就是坐落在西班牙各个区的 这种小型的医院 或者叫诊所 所以在西班牙生病的话呢,我们一般去的 都是,就是你这个区指定的 这个健康中心 好,那去这个健康中心呢 你要预约,对吧,怎么说呢 perir una cita perir una cita perir它是要求的意思 cita它是约会的意思 perir una cita 就是要求一个约会 翻译过来呢,就是预约 所以呢,你和你医生预约的时候呢 你可以说 quiero pedir una cita con mi médico quiero pedir una cita con mi médico 就是我想和我的医生预约 那你预约的这个医生呢 就是你的家庭医生 medico de familia medico de familia 这个家庭医生呢,他一般都是通科类医生 通科类医生的话,也就是说他是非装科类的 关于这一点呢,待会儿我会跟大家详细的解说一下 那你去预约的时候呢,一定要带上你的targeta sanitaria targeta sanitaria targeta它是卡片的意思 sanitaria 卫生 ok,targeta sanitaria 翻译过来就是健康卡 那在这个健康卡呢,上面有你的一些基本的个人信息 相当于我们的那个医保卡,对吧 然后医生把你的这个卡号输入到他的系统当中呢 都会出现你的全部的个人信息 还有你所有的医疗资料 一般呢,我们生病的这种日常生活当中的小病痛呢 家庭医生他都是可以给你解决的 但是呢,如果这个家庭医生他觉得你这个病患有蹊跷 或者说有点棘手的话呢 他会让你去他指定的专科类医生去救折 那这个专科类医生的话就是什么 儿童科医生啦,妇科类专科类医生啦 那关于这些专科类医生的词汇呢 都是一些比较绕口,比较难读的一些单词 在这个视频的最后呢,我会带大家一起来读一遍 但是这些单词呢,它不但难读 而且它是比较少用的 这些低频的单词,你在日常生活当中不使用的话 即使你现在记住了,过一会儿你也会忘记 所以呢,我建议大家就是真正要使用它们的时候呢 再去参考一下 接下来呢,我会教大家五个常用的句型 来帮助大家来描述自己的这个医疗情况 好,首先我们来看到第一个句型 me duele或者me duele 这个duele和duele它是动词doller 疼痛它的单数和负数变位 后面呢,我们一般加这个身体的部位 来表示啊,我这个部分疼痛 嗯,它的单数、负数的使用呢 取决于它后面使用的这个身体的部位 是单数还是负数 如果是单数的话呢,就要用duele 如果是负数的话,就要用duele 所以呢,在使用这个句型的时候呢 很有必要就是大家一定要清楚的了解 身体的各个部位如何用西语来表达 在这里呢,我想跟大家简单的来巩固一下 在这个身体部位之前呢 我们一定要加一个定罐词 比方说 me duele la cabeza me duele la cabeza cabeza是头的意思,对吧 me duele la cabeza 我的头很疼 你不能说me duele cabeza,我头疼 这样子翻译过来是不对的 我们一定要加这个定换词 OK,还有呢,比方说复述形式 me duele la cabeza me duele la cabeza me duele la cabeza 诶,我的眼睛痛,对吧 这是复述形式 所以呢,我们使用的是它动词的复述辩论 duele la cabeza 身体部位的一些简单的西语表达 跟大家一起来巩固一下 ok,这些一些非常基本的就是身体部位的表达 接下来呢,我再教大家稍微复杂一点的身体表达 frende,前额 mandibula,上下额 也就是嘴巴,就是周围的这一块骨骼 我们叫mandibula,上下额,对吧 oido oido 这个呢,是中肋耳 也就是不是耳框这个部分 而是呢,耳朵里面的这个器官 我们叫oido guello,颈部 hombros,肩膀 ok,los hombros,肩膀,对吧 它一般是用复述形式 esparta,背部 esparta codo,codo 它是那个肘子 munega,手腕 uña,指甲 fintura,腰部 cardera,臀部 kua,这个部位 rodilla rodilla cigae tobillo 脚踝 taron 脚跟 好,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学习一下 就是你的内脏 分别用西语如何表达 corazon corazon 心脏,对吧 hígado hígado 肝脏 estomago wey riñón 肾脏 intestino intestino 肠子 musculo musculo 肌肉 身体各个部位的肌肉呢 我们都可以说musculo 如果说你的肚子疼 你可以怎么说呢 你可以说 me duele la tripa me duele la tripa 这个tripa呢 它实际上就是肠和胃 这个部分 ok 因为有时候 你肚子疼的时候呢 你也不知道是胃疼 还是肚子疼 反正呢 你就可以用tripa la tripa 就是这块 对吧 me duele la tripa 好 这是我们学习的第一个句型 我们可以用 我哪个地方疼痛 对吧 me duele 或者me duele 我们加一个具体的身体的部位 来表达你的哪个部分 就是不舒服 接下来呢 我再教大家第二个句型 estoy 我们加一个形容词 ok 它表达的是 你的一个状况 比方说 estoy enfermo 我生病了 estoy resfriado estoy resfriado 我感冒了 estoy maleado estoy maleado 然后呢 我的头晕 对吧 estoy herido estoy herido 这个herido呢 它不是心灵上的受伤 ok 它是物理上的受伤 也就是说 你被割伤了 对吧 你可以说 estoy herido 好 这是我们学习的第二个句型 我们可以用estoy 后面加一个形容词 来表达你现在处于的一个状况 接下来第三个句型呢 就是tengo 后面直接加一个名词 来表达你得了什么 病 比方说 tengo gripe tengo gripe 我感冒了 ok tengo fiebre fiebre ok tengo fiebre 发烧 我发烧了 tengo fiebre tengo diarrea tengo diarrea 我腹泻 好 这是我们学习的第三个句型 就是tengo 后面加一个名词 来表达你得了什么 第四个句型呢 就是用necidad这个动词 可以用necido 我需要什么 或者呢 医生也会跟你说 你需要做一个什么样的检查 ok 他会跟你说necidas 后面加一个名词 我们来看一下例句 比方说 医生跟你说 necidas una radiografía necidas una radiografía 你需要一个 es光检查 对吧 necidas una egografía necidas una egografía ok 你需要一个什么 chaoshenbo 还有呢 necidas una análisis de sangre 或者呢 necidas una análisis de onina ok 这个 análisis 它是分析的意思 对吧 sangre 它是血液的意思 onina 是尿液的意思 análisis de sangre 血检 对吧 血液检查 análisis de orina 尿液检查 好 这是我们学习的第四个句型 用necidas 后面直接加一个名词 ok 来表达你需要什么 或者说呢 也帮助你听得懂 医生跟你说的 你需要做一个什么样的检查 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学习一些 关于开药和请假方面的医疗西语 我们来看一下例句 me ha recetado el médico unas pastillas me ha recetado el médico unas pastillas 医生给我 开了一些药片 我们看到这句话 recedado ha recetado ok 它是一个第三人 chengdanshu bianweb 对吧 它的主语呢 是 el médico ha recetado 它对你的动词呢 是 recedar caillau 那 我们知道 receda 它是食譜的意思 但是它的动词 recedar 就是 caillau的意思 那 这个医生 ha recetado 开药 给谁开了药呢 给我 me ha recetado el médico 对吧 开了什么药呢 unas pastillas pastillas 它是药片的意思 ok 这个地方 unas pastillas 就是一些药片的意思 当然这个药呢 也可以是其他形式的药 比方说 una bodella de jarabe una bodella de jarabe 也就是 一瓶 这个糖浆 可以喝的这种药 我们叫 jarabe ok 也叫做 una pomada una pomada pomada 它是那种 软 的意思 就是 一般是用于皮肤的表面 也叫做 me ha recedado el médico una pomada 医生给我 开了一个 一级 软 对吧 ok 这是关于 开药方面的 这个 习 我们再来看 第二个就行 me necesito necesito pomada pomada justificante medico para peril la paja en trabajo necesito 要求 la paja en trabajo 在这个地方呢 看到这样一个词词 peril la paja peril la paja 它的意思呢 就是申请 暂时取消什么 在这个地方呢 它是 peril la paja en trabajo 也就是暂时取消 这个工作 也就是暂时请假一下 它对应的动词是 peril el auta peril el auta 申请启动的意思 在这个地方呢 如果你想说 peril el auda en trabajo 也就是 恢复工作 再开始工作的意思 就是请假回来之后 对吧 你要 peril el auda en trabajo 关于这个 短语 peril la paja 或者 peril el al 它是一个非常常用的 这个短语 所以呢 我在这里跟大家扩展一下 它还有两种其他的表达方式 比方说 estoy de baja en trabajo estoy de baja en trabajo 我暂时呢 是请假的 对吧 因为这个 estoy de baja 它是暂时取消什么 那 在这个工作当中 我暂时取消了 所以它的意思呢 就是我暂时在工作上 是请假的 这个状态 对吧 estoy de arda en trabajo 那我重新又恢复工作了 后面呢 还可以加 en el hospital 在医院里 estoy de baja en el hospital 也就是说我暂时是取消 在这个医院的 这样一个意思 那它翻译过来的意思呢 就是说我已经出院了 estoy de arda en el hospital 那我重新开启了 在这个医院里面的 这样一个申请 所以呢 它的意思呢 就是说 我住院了 第三种表达方式呢 就是 estoy dado de baja 或者呢 estoy dado de arda en el trabajo 或者呢 en el hospital 好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五种句型 首先第一个句型呢 是 me duele 或者 me duele 我们家身体的部分 对吧 表达你哪一部位疼痛 第二个句型是 estoy 我们加一个形容词 表达你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对吧 第三个呢 是 dengo 我们加一个名词 表示的是 你得了什么 第四个句型呢 是 necesidad 我们加一个名词 这个地方呢 是有可能医生会用这个句型 跟你说 你需要做一个什么样的检查 你可以自己要求 necesito 我们加一个名词 第五个呢 是关于开药 或者请假方面的医疗细语 我们详细学习了 perir la baja 或者 perir el alta 它的使用方法 好 这就是今天的主要内容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下面大家跟我一起 来把这个 专科类医生的 西语单词 来读一遍 专科类医生的 专科类医生 科类医生 Psykiatra 精神科医生 我是西国梁子 希望本期内容对你有所帮助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